楊冰 來 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一台PGO PGO推出了Tigua 250 那這台車呢 是原本Tigua 在2019年的時候就推出了200的車型 那時候我們在想說 200的車型好像就是算是白排的 算是頂規啦 就是你排氣量已經到頂了 那時候有一個比較大的特色是 它採用DOHC的引擎 那就寫在側邊 DOHC 這絕對是它的一個賣點 是 那時候我們在看的時候 我想說200的排氣量 那你引擎設定的這麼高轉 感覺說高轉的動力 似乎沒有完全發揮它的潛力 沒想到它在 250上面 250上面就完全發揮了 那這款車當然是我們暑假的時候推出的 那它的排氣量雖然說是250 可是實際上是251.3 而且我一看到它 第一件事先注意到 它的坐地好長 非常長 真的 對 所以雙人騎乘來說的話 例如說我現在坐上去 就是馬上可以讓你一眼知道說 我可以給你什麼樣的感受 雙載絕對是很舒服 對 例如說我如果今天往後做一點 然後腳踩到前面做一個比較跑旅的 騎乘姿勢的話 它空間是足夠的 你這樣子啊 你後面的空間也沒有被限制住 對 也沒有被限制住 因為它這邊後面這邊 屁股這邊有一個靠墊 所以撐著很舒服 或者說如果我們在一般市區騎的時候 會坐比較前面一點 它的姿勢來說的話 還是一樣 非常適合 那剛剛有提到就是 因為現在我們這三台車都是黃牌 它剛好跨過了黃牌的幾具 那售價來說的話 14.8萬 所以如果說我們一般 如果說你已經在考慮 頂規的白牌車的話 那的確加一點價 加一點售價 就靠上去了 就變成是黃牌 因為剛剛的白牌車 大概也都10多萬嘛 對不對 11萬左右 然後這個14萬多嘛 14.8萬 其實像我們那時候在試乘的時候 那岔山外你的路權完全不同 完全不同 因為剛剛額有提到 它在台中附近騎車 那因為我們試乘的時候 也有到台中 台中不管是74、76這些 高價的快速道路 你只要騎上去非常方便 而且那邊的快速 台中的中部的快速道路 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它都是高價 而且設計的比較高 所以風是比較大的 所以它前面的風鏡 它設計的就是比 跟我們前面來比的話 它是 例如說跟STI比 它是設計稍微高一點 比較高一點 我自己在試乘的時候 我有發現說 我們在快速道路的話 感受到那個風壓 它剛好會從我的安全帽上面 頂端流過去 所以是設計的蠻適合的 但這個真的是要 你真的在高速騎乘的時候 才知道差異性 才會感受到 因為你看都會覺得 都有風鏡這樣 我覺得對於女性的騎士 也比較友善 因為如果龍骨在中間的話 我們一般上車要跨過去 很多女性就不喜歡 所以這個一般在道路騎乘 也很方便 那在機能部分 它前面有USB充電 然後前面有置杯架 還有掛鉤 再來 忠祐姐剛有提到 它的座墊 因為設計的比較長 它的置物箱空間 都是會有利於它的收納 對 相對來說 不過它不是很深 可是它的長度是夠的 所以我們如果說 前面有騎士的東西 後面還有女朋友 或是老婆的一些雜物的話 都可以放進去 這部分我覺得是做得蠻好的 所以一樣 就是從價格帶切入 然後剛剛有提到的 引擎科技的部分 給你的相對的配備 大家都可以做一些比較 我覺得現在的消費者 因為選項多 是 很容易選擇障礙 那如果你真的不好選擇 都多看我們節目 都來看看來賓們 他們在實際時期程之後 給你的這些操駕的回饋 謝謝楊斌